你好,中美争霸,第二节 刚才那节是很想告诉你 世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为中东局势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因为石油美元 将会是瓦解 或者不是瓦解也好,石油美元的市场 将会是大幅度去缩细 这些是很恐怖的事情 可能我在中美争霸的早期 会有很多解释 但是到近代,大家都忘了我解释过 然后就觉得,我讲罪恋啊,不关系啊 我再给你多一次看这个地图 其实一路一带来说 中国和这些,譬如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 这些,或者是吉尔吉斯,答吉克 这里叫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和俄罗斯来说 基本上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 基本上现在中国又在当中里面 建了很多,因为去西汽东书 建了很多天然气管,石油管 在新疆通过去东面那些繁荣的地区 比如北京,上海,甚至到来广州,香港 这些 这样的时候也打通了一些中亚的油管 这些组织线,ABCD线,D线是正在建的 ABC好像已经建好了 那就是在土库曼 土库曼现在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中国的 因为土库曼有很多天然气 那就会 扯过去,就 经过乌兹别克,哈萨克 就不断圆圆不绝去中国 所以哈萨克,土库曼这些 其实卖天然气就发达了 卖石油,天然气,赚很多钱 国家的富裕都繁荣 他们很开心的,哈萨克 他的统治者是个总统 你说他独裁也好,什么都好 现在很成功地传给他的继任淫 他们总统制来说 国家很团结统一 接着就跟中国合作 卖天然资源,赚很多钱 那现在 这条水 卖资源这条水 伊朗啊,阿塞拜疆啊,一路一带来说 譬如说在霍尔果斯的港口 这个陆地的口岸 可以通过去 经过哈萨克 走过去土库曼之后 可以有一些铁路跨过旅海 进入阿塞拜疆,进土耳其 甚至可以到伊拉克 遲些来说慢慢搞,进伊拉克 这样呢 你看到这个地图来说 就是说 伊朗是 中国在一路一带的重要伙伴 而十业派 主导了伊拉克 但是 美国不是很... 拿到主导性 虽然伊拉克你经常听到 有示威、暴动、有蟑螂 但是伊拉克 现在主要的当政者 就是十业派 亲伊朗 现在的部署局面就是说 如果 伊朗的势力完全可以控... 可以说 亲伊朗的势力 主导了伊拉克 因为十业派是多数人口 然后再搞定... 而 叙利亚政府军 主要的阿拉维派 是 十业派的 他们十业派的势力 直通地中海的时候 而土耳其 倾向和十业派合作 那这些国家 当然是扯了油管 两边卖 而伊朗就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僵 这些亲伊朗国家的游戏会怎样呢? 他们卖的游戏 天然气候或者石油 会主要 会用 欧罗或者人民币 去结算 即是说 你会逢见到十业派的势力 一再扩张大了的话 代表美元的版图 降低 但是 你会逢见到十业派的势力 在伊拉克截至胜利 在敌利亚截至胜利 即是代表美元 石油美元的版图 预视将来会缩小 土耳其呢 你不要以为它会亲美 虽然它还是不弱国家 它是看到一路一大 那条路 这些国家的石油 如果你能打得通可以进土耳其 输去欧洲的话呢 中间那些游戏 那些运输 那些过境费 土耳其是很金的 土耳其现在是 希望 加入一路一大 打通它 土耳其这个国家呢 曾经呢 可以说是16年 16年 15年 他挑衅俄罗斯 打倒了俄罗斯的飞机 想拉整个北约落水 搞到 美国和俄罗斯打仗 甚至核战 土耳其是一些那么疯的国家 所以欧美觉得这人太危险 控制不了 2016年就部署了一个政变 那呢 俄罗斯真是厉害的 普京 普京呢他就 预计见到死人 阿阿尔多安呢 就特意呢 就是仇将恩暴 就是说你虽然曾经搞过我 我 放水给你知道 原来呢 英国佬美国佬想政变踢你下去 那呢 阿阿尔多安呢 这样的城势呢 就避开了个 可以说政变的 对他的谋杀 暗杀或者谋杀 避开了之后呢 他就一次过在土耳其呢 将英美的势力大清洗 大清洗之后呢 土耳其的走向里面呢 就在海外 海外的远远 去到2016年的年尾呢 因为 敏利亚呢 俄罗斯的势力呢 已经呢打赢了阿拉普大混战 打赢了之后呢 土耳其正式呢 就跟 俄罗斯和敏利亚呢 或者伊朗呢 就开始呢 就亲向河边了 和美国呢 是这样呢 对着过的 而美国呢 曾经在呢 2018年呢 试过呢 2017年是美元弱势 2018年是美元强势 美元强势 好像说 可能已经在七八月左右 去年的 美国想呢 用金融的战争呢 将土耳其打垮 但是呢 土耳其呢 你拉呢 跌跌下呢 又反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 和土耳其 做了一些货币互换 让土耳其呢 可以渡过岛 难关 那真的很大件事了 美国呢 对他自己的狗 以前呢 土耳其是美国的狗 美国呢 见那只狗不听话呢 可能用金融战争 什么东西都好 搞到或者政变 CIA 什么东西都可以的 那现在呢 我找CIA去政变它 俄罗斯是通水的 最后呢 避了 还要铲起了 所有的 那些美国潜伏在土耳其的间谍 那你用这些硬的方法 搞不死你 可以当时呢 用金融战争 用金融战争呢 大陆呢 就去支持 土耳其 土耳其呢 经济呢 又过去了 货币没有均 那死了 软硬都搞不死你 土耳其 那土耳其现在就要 做十业派 和欧洲之间的通道 令到他十业派的石油 和天然气 可以经土耳其运到欧洲 赚这个 每年数以百亿计的国境费 如果是这样搞法呢 呃 真是个局面来说 就是说 一 十业派的势力 顺利去扩张 但是中中里面呢 你建一些油管呢 一定会经过一些 库尔德人控制的地方 所以呢 其实呢 库尔德的战争里面呢 美国的退走 是很大件事的事情来的 因为美国的退走 代表着呢 美国将会在敘利亚 和将会在这个 在这个 伊拉克呢 将会失去了 它任何 即是没有定期的了 没有了阵地的了 这个呢 是敘利亚的地图 你们看到了 现在的局势来说 看到这些 橙色的地方呢 就是政府军的地方 政府军呢 已经成功呢 将呢 所有 又法拉底河的 西昂 这些原本是 库尔德人的地方呢 它已经进驻了 拉卡曾经是 这个呢 伊斯兰国的首都呢 它已经呢 一夜之间呢 就转了旗了 全部呢 被政府军霸佔了 接着呢 有架飞地呢 这个叫做呢 鲁塞斌呢 都是一块飞地呢 但是这个飞地呢 沿着M4呢 去到这里叫做 太辣米尔啊 那名字呢 遮住了 不好意思 但是这里呢 总之 政府军呢 就霸了 霸了一些重要的军事城市 五大军事城市呢 它霸佔了 为什么会霸佔到呢 因为土耳其不和它争 很大件事啊 即是说呢 原来政府军 和土耳其呢 是有默契的 不会只抽的 大家呢 土耳其动手 打到库尔德人 喊救命的时候呢 就有得政府军呢 收篇这些重要的军事城市 现在呢 譬如说万比桂呢 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万比桂呢 其实呢 是这个右法拉底河的上游来的 是可以呢 在这里呢 阻挡一些水的资源流下游呢 那如果没有水的话呢 这里呢 想生产石油呢 就生产不了了 也都生产不了粮食 就是说呢 所谓的万比桂呢 因为控制了呢 水源 所以是军事上最重要 而土耳其呢 原本可以霸佔万比桂 而让政府军去拿呢 就是说呢 土耳其向了政府军示好 就是我 不会想 抢你的重要的地方 我给你拿 我主要是想消灭库尔德人而已 我想在M4公路以北的地方 开一个呢 安全区 就是这个 这些安全区里面呢 放回你的阿拉伯人在这里住的话呢 就将那些库尔德人呢 和我自己国内的库尔德人呢 就有这些人场隔开了 我不想抢你的领土 那现在呢 库尔德人呢 就好像武鞋冷剧那样走的时候呢 土耳其是预算就是 因为 政府军呢 只是霸佔了 东面和西面 这些重要城市之后呢 留回了这里一条大纳 那其实呢 这些绝对呢 是可以呢 未来 土耳其的军队呢 就继续经过中间这些呢 政府军没有占领的地方呢 就是 这边因为曼阿丁 yer 黛 Recovery省呢 有很多石油的 就打下去 美军呢 就不能再在这儿盘船 撑富裔德人 将土耳其就 DNires también Kiev 这边的凹这里 扑入去 慢慢 hell 打到傍裔德人一扎一路之后呢 哈 富裔德人都带到了 基金 土耳其成功去武装化富裕德人之后 建立好这些安全区 在IM4的金融尔北 摆了三百多万阿拉伯的赘利亚人在这里住 那他可能就大约稳定了 那些人住惯了 那他就开始闪了 土耳其最重要的是 搞得富裕德人去武装化 去武装化就是十业派 会控制这些黄色的富裕德人的地方 土耳其就不要你 瑞利亚的领土 最重要的是打死你的富裕德人 你的富裕德人不会挖 土耳其里面那一千八百万的富裕德人 去叛乱 如果整个瑞利亚 都是变成了十业派主导的话 这就麻烦了 代表着美元的版图 再是在这些里面瓦解完的时候 我再说一次 就是这两个游戏 就是十业派的石油和天然气 就会打好通道直上土耳 再入欧洲 如果这样搞的话 十业派和美国是这么差的关系 这些游戏就会不用美金结算 用欧洲结算 就是石油 对了 所以中东局势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OK 现在当然了 这些中东的局势 打通到中国完全没问题 所以人民币可以扩张 但是当 十业派进欧洲的路 打通了的时候 它是很... 对美元的打击是很大的 你明白吗? 我看着 美国在敘利亚的溃退 就是一夜之间 就是刚才给你看那些重要城市 原本这些不是政府军的地盘来的 但是现在失去了 美军突然走了 被政府军进驻之后 就是 美军的退代表着 美元 石油美元的版图都跟着退 所以呢我看着呢 那个美国在 十月多 美国在这个敘利亚的溃退 是... 令到美元是下跌了 加币升 因为我有家人在加拿大 所以我实在是加币升 情况就是如此嘛 就是现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慢慢战争这些局势 继续推进下去 美国继续败下去的话呢 美元的地位是越来越差的 就是我告诉你 我看到日本呢 其实本身现在越来越亲华 长远的布局 日本都会想踢走美国 因为你跟着美国佬呢 他就要给美国佬驻军 是吧 狗链捏住自己 但是如果你跟着中国 拜中国做大佬呢 基本上中国是没有可能在日本驻军 就是日本的地位呢 一定跟中国呢 比跟美国 而中国和美国呢 是抗衡岛的嘛 是不是啊 中国一路一路一路 都是经过伊朗 是打通到地中海 将会进入欧洲嘛 你在东半球 根本美国就快要没有订棋嘛 如果你美国没有订棋的 如果你美国没有订棋的 你会在东半球 那美国唯有就要搞脱欧咯 他怕东半球没有订棋嘛 喂 如果你欧罗 石油欧罗是撞大的时候 喂 如果英国还是under在 在德国、法国之下的 整个东半球就没有订棋了 1516年呢 美国的策略家 那些大家族 有钱了过百年 他就是看到 喂 随时整个 欧亚大陆 和非洲打通了 是中国 和德国、法国是主导的时候 美国是在 东半球可能没有订棋的 所以就不断 调 英国脱欧咯 英国脱欧是可以令到 他在东半球 还有个阵地可以 英国自己觉得 我跟大哥 我跟美国 比德国、法国好 比德国、法国 其实 中东局势是很重要的 是预示到美元的未来 美元的未来 又预示到你的投资方向的 好,说到这么多 希望你明白 我是语众伤伤 来说这些世界局势 是影响着你未来的 钱包的 如果你懂得投资的话 好,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